大家好欢迎来到红薯口袋 我是鱼干 对现在我的声音呢就是还是恢复当中啦 然后呢我现在还在日本 然后我要来开箱一个 我觉得我看到觉得超酷的东西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 两个口味合体的日清泡面 总共有四个口味 然后它就是把它热门的口味 两个组合在一起 像是这个最经典的海鲜跟最经典的原味 直接合成一个 然后这个是辣的跟豚骨 然后这个是番茄 跟我之前吃那个日清泡面排名第一的那个好吃的 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呢 这是起司咖哩然后再加味噌 你们觉得超酷的吗 怎么会想要把它合在一起 那我原本是想说我可以把它带回台湾再开箱 但是因为里面可能有肉类就不好带回台湾 所以我就赶快在日本找个这样的地方 赶快来开箱给大家吃吃看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去泡泡看 先把这个打开 看一下里面就是海鲜跟肉的都有 这料超多耶 真的超多耶 然后这是起司咖哩跟味噌 它料好像都比较多耶 但其实闻起来就是咖哩 我这个完全闻不准 这闻起来反而有海鲜的味道 海鲜的味道比较重 因为是原味加海鲜嘛 然后再来是这个番茄 我记得这两个口味都是有酸味的 就是都是有番茄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新鲜的味道出来 这个料好像相对少哦 但其实也蛮多的 就是非常番茄 或是任何番茄的口味的饼干 然后再来是这个辣的跟豚骨的 这个粉很多 哇 一股辣椒味 而且它葱好像超多的哦 有没有 好 我们现在去把它全部都泡好 OK 我们现在四个全部都泡好 我们就一个一个吃给大家看看 首先要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seafood跟原味 欸你看它的料 是不是扯多哦 而且你看 就是所有海鲜的料 跟一般这个原味有的料它全部都有 欸 但泡之前闻起来是海鲜 现在闻起来是原味 先喝汤 嗯? 喝起来就是原味啊 然后有一点酸酸的原味 有点像坏掉的原味的感觉 来吃吃看哦 我觉得它就是像原味耶 蝦子 嗯 蝦子就是原本里面有的那个蝦子的味道 然后这是那个肉 肉好甜 而且肉很猪肉耶 我之前没有很仔细吃过 这个肉但我现在发现这个肉 肉感很重耶 我觉得没什么混合耶 就它们混合起来就像原味 海鲜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海鲜 你吃到蕴味棒跟蝦子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一下就是 欸我里面有海鲜 但你再吃回面跟喝汤就没有海鲜的感觉了 看我找到一块超大的蛋 喔蛋很好吃 它蛋味很重 我觉得普通除了它的料比较多以外 我觉得没有让我有合体的感觉 你单独买这个 或是单独买这个可能都比较好吃 但是它这样吃料就是很多啦 下一个我们吃的是这个 心面跟豚骨 这颜色整个就不一样了 有超浓的豚骨大蒜味 喝汤 喔 欸这个有耶 但我很少选这两个口味来吃 所以我对它们原本的口味没什么太大的印象 但我觉得现在它就是一个辣豚骨汤 但它们面上面也是 都吸附满满的它的那个辣椒粉 嗯 它这边就有木耳耶 这木耳跟蛋 而且木耳竟然还是脆的 所以我觉得这蛮好吃的 但是这就是比较没有在吃日清泡面的感觉 因为它好浓郁 我觉得这样吃有点淡淡面的感觉 日本出的台湾淡淡面的泡面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吃到一些那个辣椒粉的感觉 然后豚骨汤 算是味道还蛮浓郁的吧 以咸度来说刚刚上一款的咸度比较咸 然后这一款是比较浓比较辣 下一款我们来吃这个好了 番茄跟那个虾子 意大利虾子吗 我忘记了我之前吃过我忘记了 你看 翻开 泡油一阵子了 但我吃烂面 所以我是无所谓啊 它里面就是有 有这个番茄粒 然后也有虾仁 哎这个虾子没有刚刚那个海鲜的大哦 然后很多的这个蔬菜 然后还有一些玉米 走一个洋食的感觉 先喝汤哦 嗯 我觉得原本的这个比较好喝耶 原本这个世界的这个 因为它现在的番茄太重了 然后整个汤直接变那个 番茄汁 就咸咸的番茄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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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们合体好像没有什么必要耶 有点像是在这个口味里面加番茄汁 但我比较喜欢原本那个海鲜味再重一点的感觉 但还是好吃的啊 但是这个再加上我就不会优先拿它了 它越吃会越酸耶 那个番茄的酸味 它里面还有整个这个 玉米粒 嗯 就是没什么存在感的玉米粒 目前合体起来让我最有感的是那个辣豚骨 我觉得其他都有一种没有必要放在一起的感觉 那就是 嗯 好吧 有趣吧 终于来吃到我们最后一款 这个Curry Salt 咖哩蒸 咖哩味噌 它只是把两个颜色很像的放一起吧 你看 欸这个面是粗面哦 然后里面的肉块勒也是这种 偏大块的 哇而且好浓郁 因为它是咖哩吧 这有办法先喝汤吗 汤感也超浓的 哇这好神奇 欸味噌跟咖哩很大耶 它们有个很奇妙的酸的结合 因为味噌也会有一点酸 然后咖哩也会有一点酸 它们两个这个结合 我觉得是让人觉得惊喜的 咖哩味噌吃点面 嗯 这个单独吃的是 比较没有办法把它归类成单独味噌 还是单独咖哩 它就是二合一 这个是合起来最有感的 因为它就是又有味噌又有咖哩 然后这两个又合得很 就很自然 好像本来就有这个口味的东西一样 很像你去合食店 然后给一份咖哩 旁边附一个味噌 然后吃一口咖哩饭 喝一口味噌 就这种感觉 而且它是宽面 所以它吸附的这个酱汁啊 比较多 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满满的这个调味 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试试看 嗯嗯嗯 好啦以上我们就试吃完了这四种口味 那以我自己的排名呢 我会觉得值得吃的排名是这样 这样 没想到最经典的反而最没惊喜 最无聊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酷的 它就是一个咖哩面套餐 因为还附汤 你可以喝到味噌汤 然后再来是这个 就是辣豚骨 吃起来比较有味道 比较浓郁 那再来就是这个就只是变酸的那个糖 然后这个就是原味 但是料很多 大概就这样 如果你有来日本呢 毕竟我每次到日本的时候 第一站都是去便利商店去搜刮那些泡面啊 跟零食啊想说 接下来几天 可能有一天晚上我就会用到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看到的话 我个人推荐的程度是这样 那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试试看 那前面应该东京的影片 都告了一个段落了吧 大家都看了吗 那希望接下来新的影片 我的声音都恢复了 好 那我这个磁性的声音 就要在那边做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 请记得按喜欢 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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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